小朋友开心玩耍 但场地安全可得注意 台北市政府抽查8家儿童室内游乐场 共有6家不合格 其中一家的地毯没有防验功能 不符合效仿法规 像游乐场所它都是出路比较重多 那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 那移动比较不方便的人会比较多 那发生火灾的时候会产生重大的危险 所以我们会要求这场所一定要这样子做 它已经收取的金额 已经存入了发行公司所开立的 某某银行的一个信托转 短短一行却是消费者的保障 其余五家不合格的业者 是贩售的礼券上 资讯没有标识清楚 也有一些业者 还是没有记载旅约保证的相关的资讯 那如果说这一家业者倒闭的话 我们消费者就不知道 要去跟哪一家银行来求偿 小朋友玩乐的天堂 消费者还是要多加注意 保障自身权益 大家新闻随意 传账略家台北报道